真的号角响起雷战鼓 身穿古代爵斧甲咒的阿公阿嬤军士们 挥舞大红旗齐心抗敌 不过并不是真的打仗 这群古代将士们都是来自新义区的 基隆士恩惠全能光怀协会的阿公阿嬤们 精心打扮一起跳战舞 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这是由基隆士卫生局保健科 在势力体育馆举办的 2024银法斗志龙飞凤舞 基隆士活跃老化竞赛 基隆总决赛活动 总共有来自全市各区35支队伍参赛 最后只有14队进入总决赛 而基隆士总决赛的前4名队伍 都将代表基隆士参加全国分区 以及全国总决赛 办理这项活动的最主要目的 就是要鼓励银法长者 活到老学到老走出户外 结交朋友多运动 延缓老化健康老化 我们今天来参加的 我们这些大哥大姐阿公阿嬷们 他们都是在我们7个行政区的初赛里面 经过激烈的竞争 选拔出来每一个区 有两队来参加今天的决赛 我们会从这14个队伍里面 等一下会选出4队 来代表基隆去参加全国的竞赛 这个银法健康活力秀的这些阿公阿嬷 他们平常不是只有今天来比赛的时候才在练习 他们在自己的区 社区里面平常就已经在练习 他们发挥创意 他们有动到脑 他们有做了很多的道具 他们有动手动脚 有非常多的舞蹈的活动 所以他们的脑不会退化 他们的肢体也不会退化 在这样子参加的过程中 虽然年纪越来越增加 但是身心都越来越年轻 今天我们参加的这些阿公阿嬷总岁数加起来 有三万六千多岁 所以我们这些长辈 透过平常的练习 出赛到今天的决赛 决赛之后他们还是会 不管有得名 要去参加全国的比赛 或者是没有得名 要再继续平常的练习 他们都会继续的 要活要动 永保健康 最后结果出炉 果然由精心准备打扮 跳战舞跳得又好的 基隆市恩惠全能关怀协会 夺下第一名 第二名则是由七堵区 引法俱乐队拿下 信义区热林好样队 获得第三名 安乐区五福社区发展协会 则是得到第四名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吴俊松